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我们教宁七宫有四个主日 每个主日呢 在我们教会的传统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主题 那这几个主题呢 分别是信 忘 爱和喜乐 那么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呢 就是喜乐 那如果你是很熟悉圣经的人 你是基督徒啊 或者你在教会中有一段时间了 你会发现呢 当我们说起信 忘 爱的时候呢 基督徒都不陌生 因为保罗在哥伦多前书中 他说呀 他说如今长存的 有信 有忘 有爱 那么信 忘 爱呢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 最重要的三个内容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在我们的教会传统里边呢 在降临期 这个非常特殊的四个星期里边呢 我们基督徒在这段时间 纪念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他降世为人 他为我们的罪被定死 他复活升天 完成天赋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样一个使命 那么你没想到呢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边 在教会传统中 我们会把喜乐和信仿爱 列在一起 这说明一个问题啊 在我们的信仰中呢 喜乐它是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甚至重要到呢 它要和信仰的核心呢 就是信仿爱 在一个高度之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如果没有注意到 我们今天一通来思考这个事情啊 为什么在我们的信仰里边 喜乐这样重要呢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 如果你问他这样的问题呢 可能大都会回答呀 说这个 这个不是问题呀 能高兴谁愿意悲伤呢 对吧 至于旅游呢 随随便便的我们就可以说出来一堆来 比如说我们华人的俗语讲 说是笑一笑十年少 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人生经验啊 喜乐有益于身体健康啊 那么圣经中呢 他也在讲啊 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他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呢 一个快乐的人呢 他的身体啊 应该是很好的啊 那么一个充满喜乐的人呢 他最终把比这个每天都飞上的人呢 他要健康一点 但是其实仅仅如此的话呀 还不至于让教会呢 把喜乐放到如此重要的地步上 因为圣经中呢 也告诉我们了 说你专心去操练身体 这个艺术很少 为做基督徒呢 我们知道啊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啊 它并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呢 我们和神同在的日子啊 那么为什么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喜乐要和信望爱 放在一起纪念呢 其实原因呢 说起来也蛮简单 我们的神 希望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生活 我们的神他关心我们 我们的神呢 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虚无缥缈的 或者只是住在天堂中 创造了之后 就放手不管的神 他希望呢 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 活出一个属于他的生活 那么这样的生活呢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欢喜快乐 那我们的神呢 他希望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状态 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呢 对生活应该有一个快点的态度 这是神对我们的盼望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神 他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活得欢喜快乐 那圣经中呢 多次的重复 神对我们这样的盼望 这样的渴求 你像使徒保罗呢 他就在他的信念中呢 不论多么严肃的信念呢 他多次的讲到这个主题 像我们古道菲律宾说啊 使徒保罗就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那么保罗呢 肯定是认为这件事情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他那一句话里边呢 他两次重复 今天呢 人们在网络上都讲啊 重要的事情重复两遍啊 重复三遍啊 保罗那个时代呢 只是重复两遍啊 保罗说呢 我再说 就说你们要注意啊 我要再说一遍 他开始讲 你们要常常喜乐 后来说呢 我再重复一遍 你们要喜乐 他是说呀 基督徒们呢 认识耶稣基督立人 你们要注意了 你们的生活呢 应该是欢喜快乐 那他发出这个呼求之后啊 实际也是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的生活呢 是可以欢喜快乐 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啊 但是其实呢 我们如果仔细地思考一下自己生活 常常发现不是这样 我们如果对照一下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自己每天的日子呢 你会发现呢 我们的老祖宗讲啊 生活中十之八九啊 都是一些不让人开心的事情 我们每天面临这么多的负担柴米油盐呢 怎么能够快乐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为什么我们不快乐 有人跟我讲啊 哎呀为什么不快乐呀 说我没有钱 我钱不够多呀 所以我不快乐呀 说我没有女朋友啊 说我没有男朋友啊 说我现在正在问我 对我的这个PR争斗啊 没有P之前呢 我就不快乐啊 说我觉得我工作还不够满意了 说听闻 太阔康姆老板一年拿好几十万工资啊 哎呀我得挣好多年才能赶 这一年挣的了 心里不痛快呀 所以我不快乐呀 说这个身体不健康啊 早上起来头晕了 上班堵车呀 说孩子不听话呀 说这个老板很讨厌啊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 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 我们觉得呢 现实很不如意 一切都看起来呢 让我们不高兴的东西比高兴的多 所以呢我们就不快乐 那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啊 就是说我现在不快乐呢 是因为我有的一些东西啊 它没有达到标准 像我刚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我们说我的钱还不够多 那么等我扭了足够的钱 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呢 我就快乐 比如说我不快乐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的地位呀还不够高 如果我做到什么什么级别的官员 比如说我做到装聘这个程度 那么呢我一定会很快乐 那有人讲呢说因为我不快乐啊 是因为我的成就还不够大 如果我能够获得特别奖 我能够成为全球瞩目的人员啊 那么呢我就快乐了 人们认为呢我不快乐的原因 是因为我得到的东西还不够多 没有达到一定的条件 这是我们通常的观点 其实呢不是这样 如果你在仔细地想一想 你会发现呢 人快乐与好呢和拥有什么 比如说那些财富啊 地位啊个人成就感啊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却不是绝对的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啊 大概在将近三千年啊 三千年前呢 我们古代人呢就发现这个问题 快乐呢和你拥有的东西啊 其实是无关的 孔父子有一个学生叫颜回 这个人呢被曾经为孔子认为呢 应该是他的接满人啊 那今天被称为亚圣啊 叫颜子 那这个人呢他生活在一种 非常极端贫困的状态之下 那孔子在论语中评论他啊 他说一呆石一瓢也 居漏象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他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这个颜回啊 他住在一个破房子里边啊 非常简陋的一个地方 每天呢给他一碗饭 给他一瓢水啊 能有吃有喝 他就这种生活 别人呢已经没有办法去忍受这种事 但是他呢 哎 生活得很快乐 那这个是老祖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啊 一个人快乐与否和他优美的东西呢 实际是无关的 那么实际上今天那科学研究呢 也发现了 人快乐与否和不止无关 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他心理的盼望有关系 当一个人觉得他的愿望没有实现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满足 不满足呢 就不快乐 所以人不快乐的原因呢 今天人们就说呀 我们深远我们的愿望没有被满足 所以呢 我们不快乐 如果我们满足了自己的愿望 我们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 小朋友在圣诞节都会要圣诞礼物啊 那么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圣诞礼物 如果你想了但是没有得到 你会怎么样 如果想了你得到了呢 你会不会很快乐呢 科学家研究就是这样 如果你的愿望没有被满足啊 那么你就不会快乐 但是问题来了 人的欲望呢 是无情的 这也是社会学家发现的一个规律啊 说人满足了一个愿望之后呢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向更高一层的愿望去奋斗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当我这个愿望满足之后呢 我就够了 从来没有 人在心中总是有一种渴望 希望呢能够得到更多 希望能够拥有更多 他希望自己呢可以支配更多 简单来讲就是说啊 一个人呢 他希望说是好了之后啊 还要更好 在古今中外啊 有很多的故事啊 就描述这种贪心不足的人啊 人们发现呢 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 在明朝的时候呢 有一个诗人啊 他叫朱仔 他写了 这个人不是很出名的 但是他写了一首诗 非常非常的出名 是一个小调啊 叫山科阳 石不足 他是这样说的啊 他说 中日忙碌只未及 才得有时又思一 至上灵贯身上穿 抬头才贤 防屋地 盖了高楼并大厦 床前缺少美貌期 娇妻美妾都取下 忽律出门 没马期 买来高头肩马 身前身后少跟随 你看人的心态啊 招来家人数十克 有钱没事被人欺 很现实啊 时来运转坐直线 抱怨官小职位低 做过上书升格老 当到这个未及人臣啊 朝朝暮暮想登基 想一个人说了算了 一朝面南做天子 东征西逃打蛮夷 当了皇帝也不满足啊 扩大江徒啊 让所有人都听他的了 四海半国都降服 不得了啊 想和神仙下降棋 有更高一次的要求 众兵陪他把棋下 神仙来跟他下棋了 吩咐快坐上天梯 上天梯是卫坐起 阎王发令鬼来吹 若非此人大陷道 升到天上不知足 玉皇大帝让他坐 定嫌天功不华丽 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啊 人心不足舌存相 气是清风 肉是你 人心不足舌存相啊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从他这个 持不足里边出来的 他在讲说这一个人啊 讽刺这种贪心不足的人 其实你想一想啊 如果我们条件人许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样 这样的人呢 如果说你心想事成 你会不会像他一样 一层一层不断地要求上去呢 从挨文乞讨 到吃饭不愁 到高楼大厦 到郊区美妾 做了官 又希望呢 当朝一品 做了皇帝呢 那希望当神仙 当了神仙呢 需要当最大的神仙啊 这个呢 就是人心态的描写 所以过去 人们形容这个话 叫人心不足舌存相 永远都希望的 再大 再少 再高 这个有点像 奥伦提克的那个主题画 更高 更快 更强 人就是这样 这不是古代的猜疑 今天的人也是这样 你看我们今天 现实的例子里边啊 现在你身边呢 我想你可以发现 很多这样的人 都说 移民到国外来了 有一个新的生活 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新的开始 也有人曾经讲呢 说这个移民出来的人呢 最起码都是 有两把刷子的人 有能力 有经验 那么来到这边之后呢 你会依然发现啊 新的开始 有人他走在旧地轨道上 他依然呢 努力奋斗 生生不息 这当然没有什么坏事的啊 但是你去看呢 有些人的生活呢 就是在不断不断向前发展的样子 努力去追求 更快更强更高啊 说买个房子 说还要买个大房子 说你家几口人呢 人口有增加吗 没有 人口有减少 但是房子呢 要越不越大了 说买这个大车 要买越大越来越大 排气量越来越大啊 恨不得美国福特公司能生产出来 以后发点给人的排气量的车啊 车买的越来越大呢 就是人开的机会越来越少啊 说家里换了最新的这个电子娱乐系统啊 越来越先进 说我们要向比尔盖茨靠齐 是智能助展 但是呢 用的机会呢 越来越少 那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呢 许许多多 我就不举例子了啊 你们自己想一想生年 你们能自己找到的 拼命工作 拼命赚钱 但是呢 他感觉不到满足 别人都说 哇 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他自己呢 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欲望呢 没有满足 我们认为他应该满足了 但是呢 他有更高的欲望 人永远都不会满足 那么以前 我在主任的时候呢 跟大家分享过啊 说社会学家马斯洛 他研究出啊 人的需求的模式 人一定是从最低级 一直到最高级 不断地去追求 永远都不会满足 人有不断向上追求的这个心态 这是不是很可悲啊 因为按照社会学家的研究来讲的 这个人啊 永远都不会满足 不满足就不快乐 也就是说人呢 永远都不快乐 所以呢 我们不快乐的第一个原因呢 是我们的愿望没有被满足 那第二个原因呢 有一个人呢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的 说人生有两个悲剧 一个是我们的愿望 没有被实现 那第二个悲剧呢 就是我们的愿望实现 所以第二个让我们不满足的原因呢 让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愿望呢 满足了 哎呀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不对啊 哎呀 我现在不快乐了 我有这个愿望 如果这个愿望我满足了 我怎么能够快乐呢 我一旦满足了 我一定是心中非常快乐的 其实呢 不然 我们今天都承认了 人有一个不满足的心呢 这不全是坏事 因为我们不满足啊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努力去拼搏 这个社会呢 和我们整个人类呀 才会不断地进步 神允许我们有一颗 不断向上追求的心 这样呢 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 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建设得更好 但是呢 如果从 是否能够让人满足和快乐来讲 如果你认为呀 人永远都不满足 这是一件好事就错了 一个人呢 当他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呢 当他感到满足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坏现象出现了 满足了呢 就没有动力了 因为不再有其他的需求了嘛 没有新的目标了嘛 那么人生没有动力了呢 这样的人生呢 当然他不快乐 一个人无所事事嘛 无所事事是不是就快乐呢 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一定不会快乐 那今天呢 很多人不赞同这一点 都认为说啊 哎呀 我要是像皮尔盖茨一样 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我要是奥巴马 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实呢 绝对不是的啊 最典型的呢 在网上有一些照片 人们感慨时光的流逝啊 你去看一看 奥巴马在选总统之前的照片啊 和现在的照片 你会发现呢 他衰老的速度 大概是正常上的两到三倍啊 同样的事呢 发生在装配群上 我们可怜的总理啊 你去看看他呢 你会发现 如果他在家里 做一个老百姓的话啊 他现在还很年轻英俊呢 但是现在呢 已经是老年人了啊 有这么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说啊 当人的愿望都满足的时候 带给人的呢 它是一种毁灭性 科大公司呢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胶片这个科大公司 发生照相机的这个人 这个人呢 叫乔治·伊什曼 英文是George Eastman 他这个人呢 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他呢也是一个 世界上最早的几个 亿万富翁之一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 亿万富翁这个说法 他就已经有这样了 但是人们评论起 他的时候说呢 说他这个人呢 二十四小时 全球的人都在为他赚钱 说当东半球的灯 熄灭的时候 西半球的人都给他赚钱 当西半球的灯熄灭了 东半球的人 又开始给他赚钱 他一身光奉献出来啊 他这个人呢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世界上最早的这些慈善机构啊 都是由他创立的 他呢大概一生中啊 在他活着的时候啊 他大概陆陆陆陆就捐出 一亿多美元 在他那个年代啊 一亿美元呢 估计得现在这个千万百亿啊 就捐出来的钱 那么他这个人呢 爱好非常广泛 他把人世间所有能够学习的 能冒险的这些东西呢 他都经历了一点 他去建医院 建诊所 建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线 扶植平民 反正他呢 就一生做了无数的好事啊 那么他最后呢 当他在人生最顶峰的时候啊 他去留意世界 他给他的朋友们写一封信 他说 他说你看啊 我在人世间 一切所能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我一切所能得到的东西 我都得到了 我尝试去寻找我生命的意义 他说但是呢 我没有 他说你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的享受 我都已经有了 但是我依然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 然后他在纽约的寓所里边啊 他就自杀了 在当时呢 是非常非常轰动的话 他有一个遗言 给他那朋友们的信 他说给我的朋友们 我的事都做完了 那还等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啊 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要不他不至于赚那么多钱啊 他也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他呢 建立了世界上无数的企业 建立了世界上无数的慈善机构 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 但是当他走到人生的顶峰呢 他觉得 没有什么再可以做的 所有的东西都经历了 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动力 不但不快乐啊 甚至觉得生命都失去意义 什么原因造成他这样呢 后代无数的社会界家呢 心理学家就去研究 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伟大的人 他最后要以自杀 神收场呢 那么可能是说啊 人们说呢 一个原因是说 因为他能做的都做了 没有什么可以奋斗 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他发现呢 他自己拥有很多东西 人都拥有的 他全都拥有了 但是他忽然发现呢 如果有一天 他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所辛辛苦苦 拿到这些东西呢 就都随风而去了 不会跟着他呢 辛苦奋斗来的东西 不会再跟着他走啊 终于要失去 当然呢 这个让他很绝望 你奋斗一生 拿到手 转眼间就要放掉 这个多痛苦啊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啊 说如果说到快乐 不快乐呢 说一个人啊 愿望满足也好 不满足也好 都让我们不快乐 那我们怎么能快乐呢 保罗说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这个对我们来讲 又是不可完成的事情了 这么痛苦的人生 前也不是 后也不是 我们怎么能够快乐呢 那么神 他告诉我们 当我们的眼光 停留在这个世界上 用我们人的想法 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去寻找我们人生 的快乐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答案 你是找不到结果的 那么 神启示 他的这些使徒们 使徒保罗呢 在菲律比书啊 第四章第四节呢 他告诉我们一个 快乐的秘诀 他说 你们要靠着 常常喜乐 在第十节呢 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看重要的事情 他说两遍啊 他说 我靠着大大的喜乐 他是说啊 他说 你看啊 如果你能够去依靠 耶稣 你依靠我们的救主 那么你就会 常常的 大大的喜乐 他告诉我们 一个心理出入 人生的快乐 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呢 你需要去认识 这位神 那么在 先知以赛亚的 他所描述的图画里边啊 他为我们描述了 一个将来的日子 他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呢 一个属于神的人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喜乐的生活 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里边啊 在以赛亚书第九章 第二到五节啊 他说 你们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呢 你们就好像走在黑暗中的人了 你看不着周围的情况 你看不着方向 可能你遇到的 因为黑暗 你遇到的 都是一些闲主 但是呢 他说 你好像忽然 看见了大光 在黑暗中 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阴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 他讲的说 我们日常的生活像什么呢 我们就好像住在一个 被死亡所笼罩的地方 人的生命就是这样 其实他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张 我们每一个人 从出生的一天开始 就在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你想一想 这个生活多么的悲惨 你必不可免的 你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这是我不演的结局啊 再伟大的人 也不敢否认这一点 你心心苦苦所拥有的一切 你的才华 你的美貌 你的财富 你的名声 忽然有一天 都没有了 这也是结局啊 所以在古代呢 以色列世人他就讲 他说我们是生活在 被死亡所笼罩的 这个阴影之下的人 他说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光照耀了他 好像一束光 把这个黑暗 把这个阴影 全都驱散了 说给你一个心的出路 给你一个心的盼望 他说 神会让他的国民 让属于他的人什么样呢 他说 让你们繁博 加增他们的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像收割的欢喜 像人生卤物那样快乐 他说的非常形状 过去呢 我们华人也认为 多子多福啊 子孙众多呢 这个是神祝福的表现 所以他说 别人会发现呢 你会 国民增多 不但增多呢 而且你会发现 这些人 他欢喜快乐 像一种神像的快乐呢 好像一个农夫啊 到了秋天 收割的快乐 自己所辛苦 奋斗的结局 终于来到了 自己的盼望实现了 他说呢 好像人分卤物那样快乐 分卤物是一种 什么样的快乐 你有没有想到吗 神的骂语很神奇的 卤物是什么 是不老耳朵的东西吗 抢来的东西吗 他说你的快乐呀 不老耳朵那种快乐 本来不属于你 看别人好 抢过来 哇 心里真快乐 他说你就有那种快乐 他说你使这国民 繁多加在他们的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像收获的欢喜 使人分辱物那样的快乐 战士在乱沙之间 所穿戴的盔甲 并且滚在雪中的衣服 都必作为可烧的 当作火柴 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他说 曾经让你们烦恼的那些东西啊 战争 这些 不可避免的这些 血腥的东西 这些苦难 他说 这些东西呢 都像柴火一样烧掉了 不会有了 没有了 他说实际你们生活在呢 一个非常幸福 非常平安 非常富足 你不得不快乐的环境里面 这是以赛亚的明皇父母 因为我把神向他的子民 所启示的生活 然后呢 他说 这个呢 都来源于 一件事情 接下来再讲 他说 有一群孩为我们而生 他名称为 奇妙 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说 所有的一切 什么时候发生啊 他说 有一个小孩 要出生了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让我们可以去认识神 他会承担我们的罪 让我们可以恢复 和神最初的 好像是父母 和孩子一样的关系 他讲到 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呢 他有哪些奇妙之处 要让我们欢喜快乐 他说 他这名字呢 叫做奇妙 犹太人呢 有个传统 这是我们华人也一样 他用这个名字呢 来形容或者修饰 这个人 人的本性 所以叫什么名呢 就能基本 你能推断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 这位即将降临的弥赛亚 人类的救主 他的名字叫做奇妙 他为什么叫奇妙 奇妙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英文啊 叫万德夫 就是说他非常非常的 他已经好的呀 好的用笔 超出了人的想象 所以他叫奇妙 第二个呢 他的名字叫做测试 这个圣经翻译呢 是 二十世纪初 翻译成中文 当时呢 在整个世界里面啊 还没有辅导学这个说法 所以当时那人呢 拿到希腊文 拿到英文啊 他看到这个英文 Counselor 他说这个怎么翻译成中文呢 在中文中还没有这个词啊 他就说测试 毛试 其实呢 我们今天都知道了 这个呢 更准确的翻译呢 应该是安慰者 安慰人的人 Counselor 或者呢 给你指出 解决问题的 这个方法的人 导师 那么他说呢 这位神 他是人的安慰者 他是人帮助人的人 他是你的谋士 他是你的导师 然后他总结啊 他说他的名字啊 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说他是世界上 一切能力 都不能胜过他 他是全能的 说他是跟我们的关系呢 永远都不会改变 他是我们永在的父 说不但如此 他管理统治这个世界 他是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呢 他带来的呢 不是战争 他不是要消灭人 而是呢 带给人和平 所以先知以赛亚呢 他就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 说当人 认识了这位救主 我们从此呢 就有了欢喜和快乐的资本 我们就有了这种可能 他在告诉我们说呢 当你去看到 这位永生的神 来到这个世界上 给你们展示出 他的本性 你就知道呢 我们是可以欢喜快乐的 那么他讲到啊 说他是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让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认识这位神之后啊 我们的生命啊 就有人依靠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我们被死因的 走进死因的忧谷 我经常说 我们的人生 好像走逼宫一样 我相信呢 很多人如果 当你去回过头 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 我相信你会多少赞同一点 我就会判断 说我们的人生呢 就像走逼宫一样 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你也不知道呢 你的每一个选择 是不是绝对正确 谁敢说自己一定正确呢 你也不知道 你的哪一个选择 在你人生中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大家呢 都是跟着感觉走 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呢 生活中有很多的难题 很多需要我们判断 还是我们不清楚的东西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们认识神的人呢 虽然我们不明白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着呢 我们去接纳这个现实 当我们认识这位神呢 我们知道呢 祂是奇妙 祂是测试 祂是全能的神之后啊 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属于祂的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实际都不孤单 我们在人生中呢 不再是空军起在走 而是说呢 有一位神 在我们背后 为我们安排 祂在为我们策法 而且呢 在为我们提供帮助 甚至呢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最后 有什么样的结局 一个人这样生活的时候呢 当然 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生活 你觉得呢 你怎样去生活 你都会 无所谓的 因为最后的结果 你知道吗 因为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知道吗 即使发生那些 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你知道呢 有一位神在帮助你 不会怎么样 所以当然呢 我们就可以 欢喜太多 那么还有一个呢 说人认识了这位神之后啊 你的生命呢 都彻底更新 我们的生活啊 都有新利益 耶稣基督讲呢 跟随他的人 是一个重生的 你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所有的一切呢 都发生了变老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 是一个为神而活的新生命 其实也就是说呀 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生活呢 你已经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什么叫做找到生命的意义啊 你知道走到最后 你的生活是什么样 你也知道呢 你每一天做的事情 它到底是有意义 还是没有意义 你每天做的事情呢 作为一个认识神的人呢 你会知道呢 你每天做的这个事情啊 它的意义会永存的 这就好像 给我们一幅天图的画 过去在古代啊 我们华人呢 有九九消环图 进入数九了 画一只梅花 梅花上呢 有九个树叉 每个叉上呢 有九朵梅花 那九九八十一天 每天呢 染红一朵梅花 当我所有的图都填满之后呢 好了 过年了 时间到了 那实际上呢 我们做这个 降临期啊 我们专门有个降临期日记 每天读什么经 每天读什么经 你看我们后边 做的这个carrender啊 实际上呢 每天都有活动 当我这些活动都做完呢 我们知道 圣诞节就到了 小朋友都知道啊 给我一个非常复杂的天图 只要我往这个土里去填 每天填一点 每天填一点啊 终究有填完的一天 那么他每天都在这个土上填的呢 这就是有意义 一个认识神的人呢 他的生活呀 就像这样 我们每天 每活一天 每做一件事情 都是在神 给我们的人生的天图里边的 我们都填了一遍 一个认识神的人呢 知道自己啊 没有一笔是浪费 我们知道呢 不管多 不管少 只要我每天都来往里描 只要每天都在画 那么我们每画的这一笔啊 它都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会 当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们充满绝望啊 觉得 啊 我所拥有这些东西 都离我而去了 所付出的心血 劳动都没有意义了 不会的 我们知道呢 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啊 将来都有意义 这就是宝宝说呢 那是我生命的观念 每做一个呢 都是给我们的观念 上上面加了一笔 所以这样呢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过的每一天 当然我们就会满足 当然呢 我们就会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呢 我们在迎接我们 救主的教育 我们知道呢 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欢喜快乐的生活 我们人呢 也是可以欢喜快乐的生活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真理 在任何情况之下 我们都是可以欢喜快乐的 因为我们的神 他让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他的名字叫做奇妙 测世 他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是和平的君王 我们是他的子民 他的就是我们 同样 我们的不幸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难复 也都是他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了 那么保罗呢 他是一个洞察了神的泡米 神启示他 所以保罗这样说啊 他说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有机会 他给别人写信呢 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他说 我这样说呢 并不是我又没有什么东西了 给你们写信呢 我出不穷 让你们资助我 他说不是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 都可以知读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事 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他说你看 我在什么环境之下 什么条件之下 我都会代言处置 我靠着他 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所以宝罗说 神加强了我力量 神与我同在 我凡事都能做 在我的面前 没有任何难成的事 因为神与我同在 所以呢 我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宝罗呢 是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是一个 欢喜快乐 我们必须是一个 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这个 非常特殊的时期 我们应该思考 你是不是一个 真正认识那位 创造我们的神 认识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这位 你是不是 体会到在 耶稣基督里的 欢喜和快乐 你愿不愿意 成为一个 欢喜快乐的人 那么你在这个 特殊的时间段 你是不是 愿意认识 耶稣基督 让他来担当你的罪 让你自己 和这位永生的神 全能为父 我们可以去 建立一个 美好的关系 成为一个属于 他的人 让我们一生一世 在这个世界上 都能够成为一个 欢喜快乐的人 愿神能够 祝福我们每个人 让自己成为一个 因为神 而欢喜快乐的人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与我们存在 我们知道 你把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 让他成为 我们的救主 因为我们的信心 你就让我们 成为属于你的 天父上帝 我们知道属于你 就意味着 你把一切都赐给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 天父我们知道 你让我们 做一个快乐 我们有能力 做一个快乐 天父求你的圣灵 这个时候 就来到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把我们一切 我们都放在你的手中 把我们的心怀意念 把我们的烦恼 把我们的痛苦 把我们一切的难度 都完完全全地放在你的手中 让你来承担 天父 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 我们有理由去要求你 与我们同在 天父我们求你 来帮助我们 把你属天的快乐 赐给我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欢喜快乐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从你那里来的喜乐 我们来为你做见证 天父愿意 能够保守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让我们有一个愉快地去 迎接我们的救主 纪念我们救主的假期 天父愿意 能够保守带领我们 我们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家人 把我们身边的朋友们 我们都放在你的手中 求你来 建议我们 我们祷告奉靠救主 耶稣基督的灵 阿们 阿们